我現在先看看 我都真的愛了 現在一個毛囊裡面有兩至三條頭髮 我好開心 我今天來到這裡是因為 其實我想探索一下關於一些頭髮治療的問題 因為除了我自己之外 我也知道有很多朋友 其實生完小朋友之後 都會面對一些頭髮比較薄些 或者甚至甩頭髮的問題 我對頭髮也蠻緊張的 所以我今天就過來這裡探索一下 你看到那些毛囊 其實它不是一條一個 那些是有兩個的 再移動一點 你看到那些毛囊比較粗 那現在第一個步驟就是 剛才拍了照片 然後現在先消毒一下頭皮 那我現在就剛剛做完那個療程了 剛才就有很多精華 然後注入了 那整個過程其實 因為我也是一個很怕痛的人 那它是有一點點感覺的 就是我覺得是完全接受到的 那我今天就做完我第一次的療程了 那我期待很快就做 繼續做第二、第三、第四 那應該應該做五次左右 那就會有很好的效果 好期待啊 就是去到最後一次的療程了 那就會給大家看看那個成果如何 那我會給大家看看那個前後的對比圖 那我現在就這樣看其實都幾大分別的 那些毛毛的BB hair 是實際粗了很多 那大家看那張圖就更加清楚了 讓大家看看 我都真的愛了 現在是一個毛狼裡面有兩至三條頭髮 我好開心啊 有些幼的那些其實在增生著 那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就是在做這個過程 那感覺上其實是凍凍的 有一點點激激的 就沒有說有些很不舒服的感覺 是完全沒有的 那現在最主要就是把營養液滲到頭皮那裡 那我覺得其實 整個過程又舒適啦 那還有看到那個效果真的都幾明顯 大家剛才看到那個對比圖 那所以呢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是值得一試的這個 在這方面 是一起來 是一起來 那是一起來